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灯会在台北市政府与101大楼双复灯共同点亮 为土耳其祈福我们随时都在的字样 全联光耀未来数位迷宫灯士也投影全版土耳其国旗 希望参与民众一起祈求土耳其顺利渡过难关 位于台湾灯会未来展区的双复灯 台北市政府与101大楼在2月7号晚上9点分别打上 祈福灯光与字卡祈求平安 由于土耳其发生强震造成无数伤亡 除了台湾搜救队已经分批出发前往救援外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台湾灯会 也取消双复灯光雕共演秀 用灯光字卡向土耳其献上层次祝福 台北市政府其实也是跟国际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市长一直不断强调的 那在土耳其的地震的第一时间 其实台北第一批的收救队伍台北市政府就已经40位里面有派了30位 一起参与这个实际的救援行动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觉得说刚好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 而且参观者是非常多 我们应该是要用另外一个实际的关怀 去关怀这么一件我觉得是国际重视 而且我们觉得是不幸的事情 所以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因为刚好台北市政府跟101 我们这次有做光影共演 那再加上旁边就是全联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马上这三个单位 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很快快速的line群组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第一时间表达 共同等于是在台湾最高的一个建筑物上面 还有台北市政府还有全联 我们一起表达代表台湾 我们虽然不一定 我想台湾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共同祈福的概念 由土耳其新媒体团队所打造的 曾经是数位迷宫灯视光耀未来 也共同响应 投影全版土耳其国旗 即为土耳其祈福之样 与参观民众一同祈求土耳其平安 我想这件事情 其实台北市政府又派了第二批 搜救队伍前往了 所以以台北市政府来说 不管是实际的 或者是我们传达祈福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台北市政府 跟台湾整个都是站在一起的 台北市官员局方面表示 2023台湾灯会未来展区 位于信义商圈及四四南村 展区内不仅有地标建筑 台北101与台北市政府的双副灯 共眼光雕秀 更有多项结合AR等新科技的作品 呈现灯视创新技艺 邀请国人前来感受台北城市光源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宽威23年重返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 2月5号起正式开幕 四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民众前往赏灯 除了主灯区外 台北市12个行政区灯区也各自精彩 其中南港灯区就结合了科技 以光雕投影呈现 配合北流无围墙博物馆计划 不但动感十足 还深具环保效果 高亮度投影 校正及动画制作的升光特效 台北市南港灯会打破传统灯翼的做法 以光雕投影在北流文化馆建筑墙面上呈现 欢乐活泼的元宵气氛 结合科技技术的光雕投影 不但在活动结束后 不会遗留实体灯具 将废弃物降到最低 具有环保效果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南基地文化馆前广场 无光骇的环境投射 效果十足 连来往人车都能欣赏 其实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后面 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考量环保的议题 所以呢 我们都用那个定时定点的 投影光雕秀 来呈现这次灯节快乐气氛 来展现我们呢 港洞兔兔闪耀北流这个主题 那我们就是希望呢 市民呢 在这个优雅的环境里面 随时可以欣赏这个结合 科技跟艺术 还有各种 声光色设计的一个饗宴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北流 这个优雅的环境呢 大家可以漫步在夜间 享受这美丽的元宵佳节 我们希望呢 灯会过后 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材质 要需要去处理 因为实体灯区 你总是有一些实体灯 那就会变怎么处理 常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一方面还有就是 北流这个环境呢 刚好没有光害 没有光害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让这个地方呢 呈现光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地区 然后让市民 无论是经过中宵动路 或市民到两道的时候呢 都可以欣赏到 这个定点的影像 酷炫的光雕投影 内容跟浓露的南港人气景点 与重点建设 展现南港的人文与自然环境 它除了设计这个音乐 跟这个动画以外 它也会把我们南港 比如说像北流 我们的茶山 还有我们现在东区门户 几个特别设计出来的地标 都有放进去 所以我们很欢迎市民朋友 来这边玩的时候 也能够观赏我们这块影片 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南港 最近蓬勃发展的特色 除了每晚6点到10点 定时播放的元宵光雕秀外 光场两侧的行道处 也挂上了闪闪灯饰 营造浪漫氛围 让民众悠闲散步赏景 感受南港迈向新世纪的活力感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道 2023台湾灯会在松山文创园区 圆展区设置的原住民灯区 以火光流转为主题 展出6件实体作品 仅一件数位作品 其中由艺术家伊佑葛造创作的 大型作品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以火堂为主体造型 高达7米 长宽15米 可360度穿透式赏灯 搭配声光展演 充满了视觉震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艺术家伊佑葛造 以火堂为主体造型 建构长宽15米 高7米 可360度穿透式赏灯的作品 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搭配金曲及音乐 呈现气势磅礴的 原式灯会风格 这件作品叫做 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其实我们部落的一个传统 就是透过烟 那一道白烟 它其实会 就是会带领我们的话语 带到天气 到主灵的居所 然后告知主灵 其实我们有一些期盼的事情 或是想要告知的事情 或是想要渴望 被主灵照顾的时候 或是在打猎的时候 也会透过这样的仪式 用烟 然后告知那个 告知那个主灵这样 灯光秀其实也是我自己唱的啦 因为 因为我很想 它其实它是一种情境啦 我们在做引领的时候 引领要告知的时候 我们现在它第一步 它会有先有烟会出来嘛 然后可能我们会先用吟唱的方式 然后去吟唱 把铃引下来这样 然后告诉它 我们准备要做什么事情这样 然后它后面的 就会有一些海浪的 可能就是主灵有听到 可能所有万物都听到 就是可能我们有海神 山神 或是主灵这样 3 2 1 点灯 OK 好 我们点起来了 台湾灯会魁违23年重回台北举办 这次特别与台北市圆明会合作 在松山文创园区圆展区设置原住民灯区 邀集六组来自不同族籍的艺术家进行创作 打造六件实体作品 一件数位作品 以火光流转为主题 象征凝聚族人与连接认同感 圆明会也很开心 在这个灯会能够跟台北市圆明会 来相互的合作 我想我们会全力的来支持 那更开心看到我们这些艺术家 你们所有的创作的这些作品 那我相信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国人 看到我们艺术家 我们独特的文化 我相信未来发光也会发热 亮点作品和主灵对话的路径 从晚间17点15分起 每半小时进行一次 类聚场式声光展演秀 此外配合灯会整体艺文展演规划 邀约高达30多组原民表演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年台湾灯会 在台北大同灯区 永乐广场及迪化街一段浪漫灯场 以爱恋道成为主题 装点光影缤纷的心愿术 炫彩迷幻的心心相应灯 及温暖可爱的幸福之术 灯区持续到2月19 欢迎民众做灰来赏灯 3 2 1 请触碰 在倒数声中大同灯区正式点亮 响应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大同区公所将大稻城迪化街区 从南到北变成浪漫灯区 以爱恋道成为主题 装点光影缤纷的心愿术 炫彩迷幻的心心相应灯 还有温暖可爱的幸福之术 点灯仪式中市议员与多位大同区里长 和地方人士都到场参加 现场热闹非凡 这次非常开心 市政府采用这样一个遍地开发的方式 让台北市各个地方都变成这样一个展区 毕竟台北市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同区 绝对是12个区里面最有特色 大家共动吗 有 这片灯区特别漂亮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迪化街友有非常传统的特色 不只是建筑非常的美 老街特色也是台北一级棒 所以再加上这么这么美的灯区 这边真的是值得大家一逛 今年我们的迪化街真的特别不一样 就要感谢我们其公导 和我们的商业处 今年才有我们的特化街 不管联合大街也好 包括我们这次的灯节 三大灯区中为在永乐广场的心愿树 以多层次框架组成爱心 内建复古红灯笼充满节庆气氛 大稻城公园的新星相应灯 搭配兔子灯饰吸引市民朋友来拍照留念 十联洞的幸福之树 则是以温暖的毛线编织 融合大稻城的产业元素与文化气息 另外迪化街建筑上还有商业处布置的五支福气蒙兔 天蓬灯笼 让灯区充满可爱缤纷的年节喜气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是睽違23年之后 再回到台北来办理 这边要登特别报告的 以往不同的地方是 以前都在单一行政区办理 今年已经由城市郎代的方式 由台北101开始 次政府然后经过国附纪念馆 然后遍及到12行政区 以遍地开发的方式 呈现各区的特色 来让市民朋友来欣赏 展期是2月5号到2月19 当然我们大同灯区 就在大道城地区 我们分别设置在永乐广场 还有我们的大道城公园 还有我们的十年洞 主要是以爱恋道城为主题 我们分别设置的心愿树 心心相应灯 还有幸福之树 那主要希望以幸福 爱情的概念来传递给市民 希望市民都能够接受到祝福 能够心想事成 那当然这一次的活动 我特别要感谢我们 峡海城隍庙大力的支持 还有旅长 还有在地的商圈 店家旅长 鼎翼的支持 点灯仪式现场 公文选拟幼儿园小朋友 穿着可爱兔子装 带来新春祝福表演 灯节期间 有乐广场上的萌兔扭蛋机 还有每天200份的 限量豪里线长钮 欢迎民众来赏灯 一起扭转好运 幸福一整年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疫情解封 民众出游被增 但身心障碍朋友出门 依旧十分困难 新路基金会议 举办公益剑走活动 由公益大使李国义 和帕运国手方正宇 交约民众 与身心障碍朋友 相伴 走出户外 透过互动 来共创共荣感 忙于拍戏的艺人李国义 出席新路基金会 好天天起步走公益活动 与帕运羽球国手方正宇 分享人生低潮经验 肯定运动与人际互动 带来的生活力量 两位恶度代言活动 与身心障碍朋友相伴 一起帮助别人一起做公益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期盼大家今天可以带着这样的善良的能量 继续去外面传播给更多人 让他们知道 希望他们可以支持像新路这样子的公益团体 传达给社会更多良善的力量 每个人应该或多或少都会经济过 第一场或是不可能 但我很庆幸自己曾经是体育选手的身份 因为学习体育一直告诉我们 随时的要检讨自己 那可以犯错 但是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了 如此你才可以在下一次上场的时候 得到更好的成绩 那这几年学习表演成为演员的身份 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更了解自己 你会知道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 时间会过去的 时间会让它过去的 等到你稳健的知道比前进的方向一直往前走 某一天一段会多看 你就会发现 那些情绪那些能量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而你已经更进一步了 比赛就是有输有的 所以其实我也很常经历到低潮的时候 但也很开心 我身边的家人啊朋友们都很支持我 也给我很多的鼓励 就有他们这些知识 让我有更多动力继续下去努力电视还有比赛 今天是在3月58号 它会在全台的5地呢同时展开 分别在台北桃园新竹高雄以及澎湖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那报名请上KKTIX 那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障碍的朋友呢可以和一位陪同者一起报名 他是免费的 那一般民众要报名参加的话是300元 那这些所得的费用都会交给新路 让他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 对 KKTIX晚上上报名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使用任何简走APP 累积3公里截图 然后并且登入找这个QR Code 然后登入你的选手号码 上传截图 然后每完成一次报名 就可以参加一次抽奖 新路基金会举办的好天天骑步走公益建走活动 每年吸引近4000民众响应 陪伴障碍者家庭走出户外 透过互动创造共融 今年将在3月18号举行 各界也纷纷响应 这一次因为三年的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好天天骑步走的活动也延宕了三年这样 那今年我们特别因为疫情比较松缓 所以我们来办一个实体的活动这样 那这一次实体的一个活动 我们有很多爱心的企业 有一些支持跟赞助这样 那所以来参加的民众 也会获得一些抽奖的一些奖品这样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台北 桃园新竹高雄跟澎湖五地 同时做实体的简走的活动 那也同时跟线上的简走来并行 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加 这一次我们骑步走的一个主题是 拥抱负能量 然后走出新力量 那现在的朋友跟我们大家都一样 那平常在遭遇人生的一个困境 那很多都是因为周遭的朋友 或者是人际的一个不理解 跟不熟悉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然后可以多增加彼此的一个理解 包容跟支持 让身上的朋友跟我们大家 心中的负能量 可以转变成生命的新力量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那可以踊跃地号召社会大众 然后跟职场的工作好朋友 过来参加 那大家可以共同地宣誓 我们支持障碍朋友 提供他友善的一个环境 然后提供友善的一个态度 那让社会变成一个共好的一个环境这样 好事情要与大家分享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生活 我们生活的重心是什么 我们要每天都要吃 要喝 要过自己的生活 可是过了这个生活以后呢 我们会觉得说人生难道就这样而已吗 要积极地做更多的好的善事 应该是在圆山捷运花博这块场地 我们会邀请所有的市民 礼民 共同来参与 今年最有意义的一场活动 在这块上 我们之前跟唐氏 自闭症 小老协会 各个需要帮助的朋友的各个单位 我们都已经积极在配合了 所以我们更高兴说还有新入 我们终于有机会跟他一起来合作 新入社是去家住 新入社就开学学籍独艺生活 我会给新入社 家住的时候我都会需要 我通常帮忙等一会儿 我都会自己学籍独艺 自己负责任的 我还在任何工作 三年前的时候呢 搬出去了 就是没有跟家人一起生活了 那搬到社区去居住之后呢 其实也有许多事情 就是你要独立自主 听起来非常的棒喔 那你在社区学会了哪一些事情呢 基金會與愛心大使邀大家一起成為首善共榮推手 參加活動還有機會抽五星級飯店住宿券與知名品牌服飾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響應2023台灣燈會 台北市12個行政區也推出了特色燈區 其中松山燈區以民俗文化祈福作為主軸 在松山慈祐宮前打造了一座七米高的Q版媽祖燈飾 還有台北府城皇廟的月宮後花園燈區 2月4日晚間點燈儀式中 議長戴席清宇多位市議員 以及民政局長陳永德都到場參與 還有拆登名與精彩的表演熱鬧非凡 七米高的慈祐宮Q版媽祖燈飾 兩旁還有招財兔和燈樓 可愛模樣讓參觀民眾都忍不住住竹竹欣賞 松山燈區結合在地宮廟 台北市松山慈祐宮 以及台北府城皇廟等宗教文化元素 以民俗文化祈福作為主軸 2月4日晚間點燈儀式中 議長戴席清與多位市議員 以及民政局長陳永德都到場參加 其實今年我們輪了23年 終於台灣燈會又回到台北市來舉辦 真的是我們松山信義區 大家非常大的一個福氣 尤其我們除了松山區這邊的一個燈區之外 包括剛剛我也去信義區 在永春皮市立公園這個地方 那我們台灣燈會大家知道 今年有四個主要的燈區 除了國父紀念館的主燈區之外 主要的相關的燈區 幾乎都在我們周遭的範圍之內 尤其我們松山信義區的選民 大家特別幸福 今天的12個區燈各有特色 各有主題 那我特別選在松山區 一方面就是我過去服務的地方 那也非常感謝松山信義公 陳董事長多年來 對我們台北市的貢獻 而且對我們的付出 讓我們所有地方的活動 還有一些需要救濟 需要建設的地方 可以說我們衷心的感謝 松山信義公對每年的這個 元宵節的花燈我們每年都有辦 今年做得特別慎重 在23年前我們在那個台灣燈會 在中正紀念堂的時候 我們也去參加過好多節 所以我們節的很新鮮 好 也很高興 今天這個元宵節也在圓滿的完成 那今天台北武成華廟 也特地的來造一個後宮的兔花園 然後我們有請那個跟好想兔的那個作者 然後來做一個玩偶造型的活動 各位市民然後能夠有機會的話 到松山燈區來的時候 能夠到這邊來參觀 區長游竹萍表示 三大展區分為玉兔燈區 月宮後花園燈區以及祈願燈區 慈幼公主燈旁還設有首創又新奇的 影子怪物互動區 讓大小朋友化身為有趣又可愛的兔子 同時串聯繞合夜市 讓民眾邊逛夜市邊賞燈 這一次呢 台灣燈會回來台北 我們松山區 特別謝謝我們的松山池右宮 還有輔崇皇廟 來贊助這樣子的燈區 那裡面呢 有非常精彩的媽祖主燈 還有我們崇皇爺的主燈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來這邊賞燈 非常的有趣 這次的互動燈區呢 在這個我們的池右宮前面 小朋友呢 可以到這邊跟這些影子做互動 本來在裡面跳舞呢 就會變成一隻一隻很可愛的小兔 也歡迎大家踴躍來嘗試看看 點燈儀式還特別邀請在地學校 松山國小 燈化國小 以及如果劇團帶來精彩表演 現場也安排豐富多元的攤位 以及拆燈迷換好禮儀摸彩活動 燈區展至2月19號為止 歡迎民眾前往賞燈祈福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再帶你來看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與台北101重磅登場的 5分鐘光雕共演秀 非常長演 是台北市蔣萬安 極力推薦必看的作品之一 還有與LINE業者合作的互動體驗 帶給民眾全新的視覺享受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樓與台北101 重磅登場的5分鐘光雕共演秀 透過聲光效果轉折 刻畫台北城市的心情及變化 給民眾前所未有的聲光視覺饗宴 這是兩個北市地標首次合作公演 在台灣燈會期間 每日下午5點15到晚上9點45 每半小時展演一次 也是台北市長蔣萬安 極力推薦必看的燈飾之一 在台北市我們舉辦台灣燈會 一個城市光廊的概念 所以從我們信義商圈 台北101市府 一路到國父紀念館 松菸文創大巨蛋 到東區商圈 一整個廊帶都有各式各樣的燈飾 台北市12個行政區每一區 也都有主題燈飾 那這一次我們未來展區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是在我們信義商圈 以及四次南村 我們結合了時尚潮流 以及眷村的文化 同樣的這一次台北市政府 也與台北101合作 我們將會有長達5分鐘的光雕秀 所以大家可以前來欣賞 全世界最高的花燈秀 另一方面我們這一次也邀請了 有超過百年歷史的文資團體 台北稻江林安社 以及我們也邀請了包括韓國 日本等表演團體前來共襄盛舉 所以預計會有500人的采接遊行 還會有超過350場次的表演團體 街頭藝人等等 大家會在這個未來展區盡情的發揮 讓所有前來欣賞的民眾都感受到 我們這一次未來展區的熱鬧 此外燈會也攜手LINE 以智慧城市策展概念出發 呈現多元內容 打造城市觀光與燈會互動體驗 熊大與熊讚難得同台麥蒙 陪大家走訪燈會 有關於我們整個燈會 從所有的導覽 到我們的燈區的介紹 到整個台北市的美食 或者是交通的各種資訊的提供 在LINE的平台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還沒有來燈會之前 你就已經可以先在這個平台上面 透過策展的內容 規劃你來台北燈會的行程 而你一旦進入到台北燈會的四大燈區之後 還會被我們在現場所佈置的 350顆LINE BEACON藍牙訊號發射器 為您做燈會的四大燈區的一個智慧推播 包括燈區的介紹 包括現場的美食 包括周邊的商家的採點優惠 以及進出燈區的交通導覽 各種便明的資訊 都可以經由這個LINE BEACON的推播 在你的手機的LINE裡面收到 我們希望提供民眾這樣一個 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從線上到線下的一個燈會的一個 參觀旅遊的一個體驗 我們也非常興奮 特別帶來我們LINE FRIENDS的 明星角色熊大和他的朋友們 來和我們市政府的超人氣吉祥物熊讚 聯名推出了各種各樣的聯名商品 聯名的貼圖等等 虧違23年台灣燈會再回台北 橫跨多個城市地標 官船局長也以少量多餐的模式 形容這次逛展全新體驗 那這一次跟其他的燈會最大的不同是 以前都是在 就是漂移到各縣市 都是一個空地 無中生有 大家好像覺得一次吃到飽 可是台北燈會就不一樣 他橫跨五個捷運站 忠孝復興 忠孝敦化 國父紀念館 台北市政府跟101 那他就可以忠孝東路走九遍 表示說你可以少量多餐 一直來一直來 因為他的涵蓋內容呢 又跟以前不一樣是 以前因為是一個空地 他沒有地景 他只是把很多作品就放在一起 可是這一次台北燈會呢 基本上就能夠 你可以看到你拍的照片 你可以按下快門的時候 你可能跟國父紀念館交會 你也可能跟101交會 你跟我們台北很多的地標交會 那同樣的在城市行銷裡面 他的效益更大 因為其實台灣燈會是一個國際品牌 那在這疫情三年來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因為國境的沒有完全開放 那一段時間 我們台灣一直沒有辦法被看見 那現在我們台灣國境已經稍微開放 可是國際市場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 才有辦法讓國際觀光客來到我們這 那這一次台灣燈會在台北 又結合像我們這一次城市型的規劃 他跟地標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隨著大家分享的照片 他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台灣台北就是行銷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這一次其實最大的不同 應該在於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跟國際的朋友一起在宣告 台灣歡迎大家 那當然從飲食來說 以前空地無中生有 只能靠流動攤販 可是我們這一次的東區 是美食的一級戰區 你可以吃很便宜的 你也可以吃米其林的 很高檔的 你可以坐進店裡面 好好的去享用 所以這一次其實 不管是在可看性 城市行銷跟美食這個部分 其實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五號燈會正式展開 作品超過三百件 不少作品日夜皆美 串聯周邊美食街道風景 獨具魅力 民眾甚至可以二刷 甚至三刷燈會展區 漫步欣賞藝術入景的特色作品 記者温宏君台北報導 好 邁入第六屆的內湖樂活 夜音季浪漫登場囉 在內溝溪的步道旁 共有三百多株 不同品種的櫻花依序盛開 綻放的櫻花不輸國外美景 在夜間燈光的照應下 更加浪漫 請起到 樂國夜音 美好光音 亮亮夜音 2023樂國夜音 正式登場 在台北市長角灣 與多位台北市議員 共同啟動下 樂國公園夜音季活動正式展開 內溝溪步道旁 數百株盛開的櫻花樹 在燈光映照下更加絢麗 讓參觀民眾直呼太美了 根本不輸國外美景 漂亮 非常漂亮 漂亮 就漂亮到帶我媽媽跟阿姨來 來看這個燈會 漂亮 什麼樣漂亮 很像日本一樣峰會 很像日本的峰會 對 超美的 今年很漂亮 怎麼樣漂亮 很盛開 很盛開 對 這是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就是 有不同的感覺啦 但真的很美 角灣安表示 樂國夜音季活動已經邁入第六屆 這處內溝溪過去每逢大雨就會淹水 經過整治後成為提供大家油氣的樂國公園 他也非常感謝各界的努力 才能在這裡展現非常漂亮的印花 我們內溝溪過去 每次遇到大雨就會淹水 但是經過整治之後 也非常感謝我們在地的議員 里長們 以及市府團隊同仁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能夠到今天展示漂亮的櫻花 都是靠各界的努力 角灣安強調樂國夜音季 跟其他地方的花季活動不太一樣 多了在晚上賞音的浪漫氛圍 因此很適合夫妻情侶來這裡約會 他跟話風一轉 笑稱自己很擔心和太太到這裡賞音 因為太浪漫 恐怕又會有第十胎出現 有八重音 寒音 昭和音等等 非常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浪漫 我們這次的展棋剛好 也會歷經 2月14號情人節 是非常適合約會的地方 所以我都很迫不及待 希望跟我太太 能夠來這邊賞音 但是也很擔心 來這邊太浪漫 可能又會有第四胎出現 所以還在考慮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所有的好朋友 都應該來這邊看一看 講外音也趁機在幫台灣單位打廣告 尤其12個行政區也有主題燈飾 大家到內湖熱火公園看夜音之外 也可以到大港前公園賞花燈 我們這次2023年台灣燈飾在台北 我們在12個行政區也都有主題燈飾 內湖也有 所以大家除了來我們這邊 樂活公園賞音以外 也可以到我們這個大港前公園 去看花燈 所以非常非常的熱鬧 主辦的台北市公務局 公園入燈管理處方面表示 樂活夜音季今年展棋到2月28號 為期16天 今年寒音提早綻放 目前正式盛開季節 今年展區也特別規劃 夜間光環境主題裝置藝術 搭配夜間賞音非常適合大小朋友 一起散步度過溫馨夜晚 2月19號還有光音飛舞 亦同去親子活動及解謎闖關遊戲 同時也將舉辦千罐飲料 暢飲活動 邀請民眾一起在櫻花下 開心迎接春天的到來 記者張祈腾台北報導 因為疫情停辦兩年的內湖元宵節 最大傳統盛世夜弄土地公 今年恢復舉行 有百年歷史的剪頭福德祠 土地公坐上神轎沿著成功路 內湖路與金龍路進行 落盡其福 在著土地公的神轎走進南方的 天豹鎮中火光四射炮聲融螺 煙霧明白震撼祝師出 這是由百年歷史的那一集 元宵節的傳統盛世夜弄土地公 由清朝世襲擊劍廟的當地信仰中心 剪頭福德祠的福德正神 乘坐神轎沿著金龍路成功路 清雲街及內湖路二段一帶 落盡其福 沿途店家用鞭炮熱情歡迎 表達對土地公的前身敬意 夜弄土地公的習俗 是因為當時那些地方向 地方上的老者 對不對 那些就是說 集合起來 然後巡視 這區塊 土地公的管轄 用整個扛的方式 最早用扛的 然後下去炸 然後加加富富 個人出個人的鞭炮 跟麵包沒有關係 是這種趨勢 然後慢慢演變成 然後連棉戶都拿鞭炮出來炸 炸到真的是火紅 從小看到大的當地內湖里里長 許昌華說 土地公真的很凝夜 每次要出巡時天氣就會好轉 過去兩年因為配合防疫不得已停辦 配合疫情解封 夜弄土地公今年恢復舉辦 讓地方民眾與店家相當期待 也吸引了大批人潮參與 民眾戴上口罩、護目鏡、耳塞 全副武裝迎接著睽違兩年的地方大事 每一年辦這個活動的時間 天氣土地公都特別會 不管你白天再怎麼下大雨 你到土地公要出門的前一刻 雨就停了 等到他回到廟的時候 他又突然的雨又來臨 所以土地公本身的神威非常的鮮賀 像這家在剪頭府的池旁的自助餐業者 就準備了十大箱的鞭炮 要來熱烈迎接土地公 我們今年有準備了很多鞭炮 那另外老闆有多了一個歡喜粥 給大家吃平安吃開心的 對 然後另外有三生素果 就是給土地公跟他孝心的一些食物 那另外婆婆有準備了一些 蘋果 包子 還有汽水 聽說這樣有好兆頭的意思 所以今年也特別準備了多一點食蔬 內湖區多位民意代表 也出席共襄盛舉 希望透過炸土地公的傳統民俗文化 祝福大家把來年的財運和好運都炸出來 這個電動土地公是我們內湖的傳統 那台灣其實有保留這樣子的傳統非常的少 而且很多國外的朋友都會特別來 那過去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停辦 今年又再次停辦 所以可以看到在場的人潮非常的多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 那藉著炸土地公呢 能夠把這個過去一年的好運氣呢 能夠讓他重新的把財運跟好運都炸出來 除了震撼度十足的鞭炮炸土地公外 許多民眾還沿路減時攔放過的鞭炮灰及鞭炮穴裝進紅包袋裡 甚至大把大把的掃進紙箱裡 就是為了蒐集財運好運加倍 很多做生意的包括商家店家我們在這裡都會放鞭炮 放鞭炮然後把鞭炮完收起來之後用紅包包起來 然後祈求一年平安一年的財源財氣這樣 那過去的習俗這樣 如果放了鞭炮越多代表未來一年生意可以越好越興旺 晚上十點過後 內湖葉龍土地公的活動進入最高潮 信中用盛大的鞭炮鎮迎接繞進祈福隊伍回到撿投福德池 廟方強調在安全為最高原則的前提下 會不舉辦這項百年傳統民俗活動 像在土地公庇佑加持下揮別疫情陰霾 用好運及財運歡喜迎接兔年的到來 記者張啟燈台北報導 2023台灣燈會四大展區中 位在東區商圈的光展區 沿著中校東路設置了16件中大型的絢麗燈飾 有近12米高的巨型兔子洞等兔兔造型燈飾 走進巷弄還有43件 長生在東區店家內的藝術作品 有請民眾來感受東區商圈的魅力 近12米高的巨型兔子從建築物中探頭而出 藝術家陳普的未來穿梭兔子洞 不管是路過的行人或是捷運旅客 都能一秒吸引目光 那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其實也從小到台北長大 那我自己從捷運這個第一條開通的捷運演繫 就是就一直搭乘 所以我覺得當時在挑展覽的位置的時候 我就很希望說可以跟捷運有關聯性 那我覺得這個兔子洞其實就象徵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搭捷運 其實都要進到一個隧道裡面 然後去往你的未來前進 那我就希望這個兔子洞的概念 可以幫台北城市打開一些未來的想像 所以我們這次的作品也結合了就是區塊鏈的一個 Web3的一些人物角色叫做Clone X 那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未來的機器人 邀請他們來到台北市 然後來欣賞台北市的一個美景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的作品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在這個場域其實它的建築量體非常大 所以我們透過了一個把整個場景跟建築物3D化之後 然後在VR的空間裡面去做到放樣跟定位 所以我們這個兔子的整個比例關係 會跟建築物是比較協調的 然後它也不會遮擋到SOGO的LOGO 那不管是從捷運上或是遠方 或是在進的這個場域的觀看 都是非常適合這樣子 在SOGO中校館前的Hi-Hide 以可愛的大型充氣裝置 表達人們有時想躲起來 又想讓別人看到自我的狀態 在國父紀念館站1號出口 則是有國際藝術家大研奧斯卡的光兔獻宗 這件作品名叫Hi-Hi 是打招呼又藏起來的意思 那大家兔年 今年是兔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藝術家做了一個很大型的兔子 可是它跟一般的兔子的形狀很不一樣 它是有一種藏起來的感覺 其實就可以符合到像一隻兔子 它很調皮的心境 然後也很像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那種我想被大家看見 可是又想要表演示 又有矛盾很有趣的那種世代風情 那其實這是我們這個作品想要表達的 那這個作品它其實有很高的互動性 人們除了可以裡面進去拍照打卡之外呢 它拍手大家可以看到民眾玩得很開心 拍手的時候也會有光線的變化 它其實是一個互動性很高的作品 這次的作品叫做光兔獻宗 然後是由四次受邀到 日本賴戶內海藝術記的國際型的藝術家 大研奧斯卡他所設計的 那這隻兔子其實叫做光兔 是大研奧斯卡他有一次在法國那邊等飛機的時候 發現現場有一個這個兔子造型的這個燈 然後他以這個為素材 然後創作了這一盞 創作了它有兩個角色 一個叫光兔 一個叫影貓 那由於今年是剛好我們適服我們農曆的兔年 所以奧斯卡他這邊就特別創作了這個兔子 然後來祝福我們這邊農曆的新年 那這光兔獻宗就很像是一隻兔子仰望著地球 代表的是我們台北其實是地球村的一員 那在作品裡面也藏了奧斯卡這邊的一些巧思 那光兔就是我們後面的這個大型的裝置 那在影貓的部分就是融合在我們前面那個圓形的球裡面 除了兔子造型的燈飾 墨西哥藝術家路瓦李維拉的作品融融 將由水接觸時的形狀以編織藝術呈現 象徵城市走過的歷史 而彩虹教堂則是展現台北作為亞洲推動同志遊行的第一座城市 因為包容而美麗 其實這些作品是主要是要跟 讓作品跟人互動 然後它有這個作品的概念是因為說 它有一天它在城市裡面發現地上有個水蛙 那那個水蛙它裡面有水跟油 它混合在一起的一個景象 於是它啟發它這個想法 因為作品它除了說這些亮麗的色彩之外 它主要也是想要呈現這個文化的多樣性 那希望透過這個作品去呈現 不見得是人種的多樣 也是文化多樣的一個融合的一個社會 我們這座彩虹教堂 它是設計師那個朱志康老師這邊設計的 然後它是以平權的概念去設計它 那各位可以知道說我們台灣是亞洲地區 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所有的愛都需要被受到祝福 所以朱志康老師特別以彩虹教堂這個概念 因為彩虹它包含了所有的顏色 那也包含了所有需要被愛跟愛人的人 那特別以像這樣子一個充氣的裝置 然後去展現出這個我們台北市這邊 跟其他都市比較宇宙不同的地方 然後在塔尖的地方是兩個大型的音叉 然後當風吹過去的時候就可以聽到 如同那個教堂般的那個鐘聲的聲響 不只大街上精彩 商圈巷弄內也由專業藝術團隊 梅合店家與藝術家 設置43件藝術入店作品 讓東區宛如一座大型開放式的一廊 我當初來這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蠻高聳的空間 而且是一個很乾淨的一個空間 然後它是一個飲料店 那美獸這隻怪獸它其實是 一隻外星怪獸 然後它是以美為食 因為它當初誕生的時候是在一個理髮廳 然後我就是想說讓它是吃美的東西 它會越來越大隻 越來越長大 然後它的這個觸角其實是 不是像章魚 它其實是來自於像頭髮的延伸 那這次在跟OO的合作上 我就是想說讓它吸收這個飲料店 美好的飲料的一切 還有這個東區的一些能量 它平常是黑色 這次特別改成銀色 讓它具有一點太空風 然後結合這個空間 讓它比較更有一種迷幻的感覺 我們這次藝術入店 每合了43間 43間與43位的藝術家與商店 那在過程中 我們是把藝術品放到店裡面 其實除了希望說讓藝術跟商業碰撞出更多火花之外 其實也是希望引導大家可以 就是除了去公園或是大型廣場看大燈的話 也可以回來等台東去消費 然後把藝術跟消費跟商業這個本質呢 這三者就是互相加成 然後來帶領大家拿到市民的利益最大化這樣子 那這件作品 浪院這件作品呢 它的主要形式是源自於那個服飾會 那也是本身這也是為了呼應 就是店家他在裡面裝潢的一些 比較日式氛圍的形式 我們的藝術入店有非常多 包含了食衣住行的一些店家 而且還有一些手作 其實大家都可以慢慢去體會 然後在遊走我們的光展區的時候 休息累了就可以去到我們的店裡面 去消費 然後去吃吃我們的特特美食 在整個光展區裡面 除了有大型的這樣的燈飾藝術以外 還有43件入店的藝術 那包括了各個領域 11住行都有 所以大家在逛燈區的同時 也可以進到店裡面去吃點小東西 那買買小的飾品 一起來活絡我們商圈的經濟 我們也特別有針對我們的藝術入店等等 整個16個中型燈區 一起有一個串連的五條的路線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們的一個官網上面 可以按圖索記 深入來體驗我們東區商圈裡面 各個藝術院的店家跟我們整個環境 走逛精彩燈飾和藝術作品後 燈會還募集多達300間以上的特約店家 店家們紛紛祭出各種優惠活動 讓賞燈民眾吃喝玩樂一網打盡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2023台灣燈會四大展區中 位在松山文創園區的園展區 涵蓋超過了20件新住民客家及原住民的燈飾作品 白天夜晚都有截然不同的風貌 其中附燈Type Together 透過四面巨型LED立體影像裝置構成的禮物箱 呈現弱勢3D影像 展演結尾還有驚喜彩蛋 等著民眾來開箱 兔子快遞將每個人取下的願望 化作物件裝進箱子 歷經各種奇幻旅程 將歡樂與祝福送到每個人身邊 園展區中復燈作品 台北兔給樂 以近三層樓高的四面巨型LED 立體影像裝置 打造禮物箱造型燈飾 帶給觀眾無限驚喜 我想做一個可以合家觀賞 然後讓大人小孩都有 很有幸福感的一個燈 那這個箱子的這個想法呢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 大家疫情最有感覺是什麼 就是全世界的共感其實是開箱嘛 因為我們都沒有辦法 出去實體的購物 大家都在網路上訂物 然後就會有一個箱子 所以這個箱子其實是我送給 台北市的一個禮物 送給小朋友的一個禮物 那這個接下來呢 你會看到後面的小朋友 其實都是很盡情的在玩 其實就是一個慶祝疫情過後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看燈 那小時候看燈的感覺 其實就是充滿了幸福感 那這個燈其實它有什麼亮點呢 其實很重要一點它是一個 第一個它是一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 小朋友跑來跑去 它是一個有體感互動 科技互動的一顆燈 你可以跟它互動 也有聲音是real time的 即時的可以聽到這樣子的感受 所以你可以去探索箱子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第二件事情呢 它是一個全台最大的裸眼3D 大家可能沒有看過裸眼3D 以這樣的尺寸出現 那來到中夜我們就看到這個大型的裸眼3D 再來就是裸眼3D不只是視覺的驚喜以外 其實它是包含了一個整個 快遞公司這隻兔子的故事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可以來這邊體驗 然後一起感受這個走春 一起跨年看燈的這種幸福感 位在松菸生態湖畔都市裡的印花布 將客家詩歌詞中的故事 以帶有文化意義與生活體驗的花紋 剪紙藍染轉化成都會風格 讓民眾一起想像與編織出新的客家美學體驗 我是一位服裝實力師 所以這次是用服裝設計跟客家的元素 在跟客製的部分做這個結合 所以當然客家的文化裡面 有很多很漂亮的印花 很多的布花 就是在客家的文化裡面是 很多人會看到這個印花 會知道這個是客家文化 所以這次我們是把這些 客家文化的每一個元素 把它做分解 把它變成一個很低山的 一個實名的投影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們把有不同的花 有台北的一些景色 把它全部做一個動態的 跟著客家的音樂的 一個動感的投影的藝術這樣子 環繞大樹12米的鐵雕餐桌 是紙雕藝術家陳若涵的作品 種下台北的味道 透過餐桌意象表現味道菜肴 對土地文化的重要性 也象徵新住民與台北的共融與圓滿 為什麼叫做種下台北味道 除了呼應就是它在一棵大樹下 然後圍繞的大樹 其實因為新住民啊 現在在台北台灣有非常多 各個國家的新住民 所以我用一道一道新住民料理 然後想要呈現的是 就是文化跟族群共融共好的一個樣態 那我用一個12米的大圓桌來呈現 那我們先看在桌上是有粉紅色的這個桌巾 那這個桌巾其實想要呼應的就是 在台灣版特的這個熱熱鬧鬧的氛圍 然後版特不是也都用粉紅色的桌巾去鋪上去嗎 然後所以我就用粉紅色的桌巾來呈現 那在這個桌面上總共有15道 不同國家的新住民料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有跟就是新住民的朋友 真的一起來共創 然後把他們的味道刻畫下來 那這次的作品很特別的是 它是一整圈 所以作品應該說作品菜窯呼應這個椅子 我們希望大家來到這邊之後 可以很閒事的選一個他喜歡的座位坐下來 然後在大樹下喝咖啡 或是跟朋友聊聊天 然後同時看這個作品 以竹材編織代表著各種文化融合 作品我們在這 象徵經過各種生活挑戰與磨練 新住民們仍以堅定的溫柔 抵抗風風雨雨 守護家園的未來 那我們這次的整個策展裡面就是我們在這 所以我們想要把新移民新二代在台灣常常聚會的這個感覺給分享出來 所以這件作品其實大家可以到裡面去 老師也是希望說大家在這個作品裡面可以坐下來欣賞這種松菸的音樂 然後松菸的這個氛圍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分為幾個結構 第一個就是老師擅長的竹編結構 這個竹編結構透過外我們可以數一圈一共有12片 這12片也代表台北的12個行政區 那同時在上方我會看到透過一些燈籠跟一些彩帶 燈籠是希望說在元宵的這時候把這個懷念故鄉的情節給帶出來 彩帶其實是要透過這種波浪形的意象去講海洋 因為很多的東南亞移民或行政黨其實是從不同的國家飄洋過好到台灣到台北 所以其實在這些意象的結合下 老師希望大家都能夠來這邊欣賞不同的文化背景 那另外比較特別的是 未來在整個燈節的期間 我們一共會有九堂不同的展演會在這裡發生 而這些展演就是依據我們不同的作品去重新創作 然後我們在這一個聚會之中把它展演出來 涵蓋超過20件作品的園展區 燈會期間在一號倉庫的多元舞台 還有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等多元族群 帶來每日定時85場次的精彩演出 園區店家也將隱藏營業至晚上9點 歡迎民眾一起走進園區 感受松煙夜晚的獨特魅力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家集团关心您